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就经济全球化的问题 跟大家做一些介绍 也做一些交流 就我们一说到经济全球化 或者一说到全球化 大家都会觉得很大 或者很空 但其次不进来 所以我想先提一个小问题 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 大家觉得什么东西 在全球方面内最火爆 刚刚过去的2012年 哪个现象是最火爆的 能想起来吗 江南时代 有些提到 鸟书 你看欧巴江南时代 全球人都在跳 所以这个鸟书的魔力 其实也说明了一种全球化的现象 所以全球化实际上在我们身边 随时都可以见到 比如说 你约上朋友 说到星巴克 喝上一杯咖啡 比如说 你用苹果手机 给自己的恋人 伸上最温馨的祝福 比如说你毕业 大家两年以后 马上就要毕业 毕业以后 大家就面临着求职 你要到跨国公司 去磨求自己的发展 或者 你要旅游 那你要把人民币 换成各种外汇 所以 这些现象 都表明什么呢 经济全球化 都在我们的身边 都在身边 所以我们说 经济全球化 起的时候像空气一样 无处不在 好 那么究竟怎么理解 经济全球化 所以我们这个讲座 准备要分六讲 分六讲 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其中第一讲呢 就是经浔潘岸 经济全球化的几个浪潮 分歧拥有 好 那究竟怎么理解全球化 怎么理解全球化 我们说这个 这个定义啊 最早出现在哪一年呢 我们有同学知道吗 最早出现在哪一年 就这个 Globalization 有同学知道没 当然比较公正的 认为是出现在1990年 这个是由原来的 这个经济组则前 首席经济学家 Australine 他在1990年提出 当然也有人认为 是在1985年提出来的 但不管是哪一年提出 这个概念已经很好的 反映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现状 那么怎么理解全球化呢 先给大家一个通俗版的演绎 我们问 什么是全球化的定义 当然这是个演绎版 丹安娜之史 为什么丹安娜王妃之史 是全球化的一个演绎呢 因为一个英国王妃和他的埃及男友 说在法国的隧道里发生转车事故 被转的车子呢 是荷兰工程师设计的德国轿车 而司机呢 又是比利时人 原因呢 是他喝到苏格兰出厂的威士忌 而整起车祸呢 又被意大利的自由摄影师拍下来 而这个摄影师骑的是什么呢 是一两个本摩托车 后来三万者经过一个美国医生进行了急救 而使用的是巴西生产的药物 而后来一个中国人使用比埃盖茨的电脑 说把这条消息告诉你 你又在IBM电脑上读了这条消息 而那套电脑呢 又是孟加拉的功能 在新加坡的功能上组装出来 然后再由印度斯基输产 结果中途印尼人又打结 卖给了西西里岛人 而又被墨西哥的不法商贩给购买 给倒买了 最后你从一个以色列人那里 说看到了这个 买到了这台电脑 知道了这整个的消息 所以我们说当然这是一个演绎 这个不是它的准确的定义 那么关于它的准确定义 国际货币经营组织也专门做过一个定义 这个是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个定义 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什么呢 通过贸易 资金的流动 技术的创新 包括信息文化的交流 最后形成了一个各国经济的高度的相互依赖的关系 好 这个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 我们怎么理解它 那么经济全球化 究竟经过了哪几个阶段 这个在学术界一直是有不同的看法 当然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 我们说有过两种比较极端的态度 第一种就是把这个全球化的标准定得非常高 认为只有形成完全一元化的世界的时候 经济全球化才算成立 那什么意思呢 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怎么样 根本就不能存在 不存在着经济全球化 但是呢 另一种标准又定得又太低 认为呢 人类诞生不久就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 那这就把全球化的进程又推得很远 应该说这两种看法说我们说都有点极端 有点极端 事实上啊 我们讲经济全球化呢 应该说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产物 当然我们一般来讲说 可以说分为三个阶段 说经济全球化比较成型 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15世纪到19世纪的70年代 大家知道这一个阶段 哪个国家占据到主导地位啊 哪个国家占据到主导地位 大家学过历史都应该了解了 英国 成了勒布洛帝国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个蔡依林唱了一首歌 叫勒布洛 也有可能是不是也受到一定的启发 当然我们说英国 大英帝国有这个当时的地位 跟一个科学家是离不开的 他的贡献是离不开的 这个科学家是谁呢 大家一看这个科学家是谁啊 牛顿 大家只记住了牛顿 在物理学上的贡献 但其实牛顿 在我们经济学 包括在英国 确立他的帝国地位的时候 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因为牛顿 曾经在英国的铸币局 就是造货币的铸币局 工作了三十年 而且当了二十几年的铸币局局长 所以他在当局长期间 他就废除了白银 最后确立了黄金本位 而又让铸币跟黄金 有了等价的关系 大家知道 就是因为这个金本位的确立 使得英国的地位 迅速上升 包括他的贸易 也得到很大的扩张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知道 在1815年发生了什么重大历史事件 1815年发生了什么重大历史事件 什么事件 拿破仑 滑铁都之一之战 失败 那么在这次战争当中 大家知道 使得拿破仑感到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 就是法国军队穿的衣服 就是英国出口到法国的棉制品 制成的衣服 你看 法国士兵是穿着英国的棉制品来打仗 所以这场战争 说实话 曾一开始应该说就结定了他的结局 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来讲 我们说这场战争 可以说是市场经济 战胜专权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那么这次市场经济 大家知道 又跟我们的一个经济学家分不开 大家接触过一个经济学常识的话 应该知道 亚当·斯密 因为亚当·斯密提出过一个理论 叫invisible hand 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 我们说的今天的市场经济 所以在四五世纪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我们说是经济全球化的第一个发展比较成型的阶段 而第二个阶段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 而这个时期 大家知道 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的一个变化 就是欧洲中心开始向美国中心转变 向美国中心转变 这个是第二个阶段 那么第三个阶段 我们说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今天 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呢 美国的霸权相对的衰落 那么美国霸权相对的衰落 就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参与的主体 开始多元化了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 也是在这个时期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那中国沦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是哪个事件 哪个事件 加入WTO 加入WTO 是我们沦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所以当然我们跟WTO的燕源 已经说非常的长了 大家知道 中国跟WTO的燕源可以追溯到哪一年呢 可以追溯到1947年 因为WTO的前身就是什么组织 GATT GATT 官贸总协定 那中国是当时的23个地域国之一 当然当时是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 说加入 当然后来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以后 1950年他就宣布退出了 而我们政府新中国成立以后 做了很大的努力 但是后来这个地域没有保住 所以1950年我们就退出了 这个官贸总协定的地位 这个就有点像赵船船的那样 说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情中 但是这一失去 大家知道就半个多世纪 所以我们一直拿的是一张旧船票 我们一直在担心 能不能接受彼此改变的你我 能不能登上你的客船 当然最后我们正一登上来了 但是登得非常艰难 所以我们国家也是在这个时期 说真正的冷漏到了经济全球化 因为我们国家入市 是在2001年才正式入市的 第三个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在这个阶段明显的加快 这里头就有个问题 为什么经济全球化会在这个阶段 迅速的加快 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主要就是因为战后出现了第三次科技革命 那么第三次科技革命给了我们很大的影响 到了之后给了我们提供了非常便捷的交通和通讯的工具 非常便捷的交通和通讯工具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通讯工具 很多的办公用品 最早是个人电脑 大家知道个人电脑 哪些人 炸住了机遇 哪几位代表性的人物 炸住了个人电脑的机遇 一个是乔布斯 一个是比埃盖茨 他们俩都抓住了这次奇迹 抓住了这次奇迹 当然他们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大家都知道 这两个人都中间退学了 所以后来有人就得出一个结论 要成功就输学 这个阶段我想可能是不能成立的 你只能说 对他们两个来讲 在当时的情况 说退学可能是一个明智之举 但是你绝对不能倒过来讲 比如说 比埃盖茨 人家后来成功以后 又到哈佛大学 去拿回了他的学识学位 乔布斯 大家知道退学以后 没有离开校园 乔布斯在干嘛 盘听很多课程 所以很爱学习 大家都非常注重学习 包括我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金庸 大家知道金庸都八十多岁了 现在在干嘛 金庸八十多岁了 现在在干嘛 在建桥大学 读博士学位 他为什么要去建桥大学 读博士学位呢 因为他有一个亲戚在那待过 大家知道 他的亲戚写过一首诗 《我是一片云 波外留在你的波心》 徐子某 所以他就对他说 他说一定要去牛津 就一定要去建桥 所以你看 金庸八十好几了 这么沉冰了 所以还注重学习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 从他们的经历倒过说 这样推出这个结论 好 后来个人电脑 又发展到 相互之间的联系 互联网 互联网 大家知道互联网时代 谁抓住了这个契机 互联网时代 谁抓住了这个契机 马云 马云 大家知道 当比尔盖茨 觉得互联网 没有前途的时候 马云却已经抓住 就看到了这个契机 而且抓住了这次机会 所以大家知道 在去年的双十一节当中 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群体 观棍节 是吧 观棍们宁愿在这个节 在网上淘宝 也不出去找朋友 销售量191个亿 他们都要淘宝 或者说通过支付宝来进行 所以大家知道 马云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一个电子商务公司 所以我们说 这个机会 有的时候 真的是给那些 有准备的头脑 好 那到了互联网时期 现在又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 大家知道 就出现了移动互联网 那就是 大家现在用的智能手机 那移动互联网 大家知道 有很多公司抓住了契机 但是 这里头有一个公司 太可惜了 最后没有抓住契机 衰落了 哪家公司 诶 诺基亚 我读诺基亚很有感情 我用的一直就是诺基亚的手机 你看我用的还是这款 我用的老款 因为我觉得很小巧 很方便 很方便 诺基亚的手机原来 质量非常好 人家说一个人 从六层跳下去 人死了 诺基亚手机一开 诺基亚手机没坏 所以 它的质量当时 还是非常好的 但是非常遗憾 在移动互联网当中 它没有抓住这个契机 最后 衰落了 所以 大家知道 最近 它的 在北京 在上海 它的旗舰店 都关闭了 在芬兰的总部 也要出卖了 所以我觉得 真的 这个 所以 大家知道 这个一个成功 不容易 但是失败的话 也很容易 因为你要一下子 没抓住机会 可能就会导致 一个不同的命运 结局 当然 这个 应该说 电脑 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 给了我们很快捷的 这种工具 但是我觉得 我们还是要成为 高科技的主人 而不是奴隶 但是非常遗憾 今天 我们就已经成为了 它的奴隶 而不是主人 比如说 大家如果一天离开手机 感觉怎么样 感觉就掉了魂一样 你的朋友 恋人 一天不见可以 但是手机一天 不能不在身边 所以这就已经 对我们的生活 是产生了很多正面影响 但是实际上 也对我们的生活 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 比如说 对我们的亲情 对我们的感情 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比如说 现在大家谈恋爱 我估计都很少写情书了 因为现在通讯交通 这个通讯工具太便捷了 其实大家知道 你写跟说 是不一样的 我的理解是这样 大家知道 什么叫成功的讲呢 成功的说呢 就是把越复杂的东西怎么样 越深入浅出 越有联想性 越有启发性 这个就是成功的讲 什么叫成功的写呢 就是把越简单的东西怎么样 写得越复杂 越深入 越难能看不懂 这就是成功的写 比如以后你们写论文 就要写的很简单的事情 比如说成经论 说一加一 我们都知道等于二 但是成经论就要研究 一加一 为什么就等于二 所以这就是研究 这就是写 所以现在我们很多人 说谈恋爱当中 都不写了 这就就说了 或者说这些电话 QQ什么 这就会对感情呈现冲击 所以我们以为说开玩笑 叫短评快 什么叫短评快 见面短 感情评 离婚快 所以这个其实是对我们产生的冲击 那说到这里 我也想给大家轻松一下 说大家看一个印象资料 你看看有一些男孩子 是怎么来使用电子手段 来谈恋爱的 如果你投入的爱过 我祝贺你 如果你还没有爱过 我劝你得爱一次 才不枉此生 有一部电影叫电子情书 男女主角就是通过互发邮件 认识并且相恋的 有一位热心观众吕小姐 特别喜欢这部电影 她还希望自己的男朋友 也能像电影里那样 经常给自己写电子情书 最近她男朋友还真的 照着她的说法去做了 开始写电子情书了 而且是每天一封 把吕小姐给感动坏了 她忍不住跟自己的好朋友显摆 谁知道这一显摆不要紧 俩人差点闹了分手 这个就是她发给我的情书了 当时收到的时候还挺感动的 还找了几段给我的朋友念 就在吕小姐跟好朋友小王炫耀的时候 让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就没想到吧 我朋友说她也收到过这样的情书 而且跟我念的一模一样 什么 情书还有重样的 又不是同一个人写的 怎么会重样呢 吕小姐当时就给男朋友打了电话 翻了脸 男朋友这才透露 她是偷偷使用了一种软件 到底是什么软件能帮人写情书呢 记者也上网搜了搜 没想到还真找到了这么一种情书软件 我们按照她的提示 输入人名 生活面对面高样 还有行数 想多想少都可以 那就十六行字吧 您看 一眨眼的功夫 一篇情书就诞生了 而随着我们不停的点击 情书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 据上面介绍 可以写一万份不一样的 谁要用了这种软件 那还真成大情圣了 小天心高样 只有你能让我插不丝 犯不响 你是天边的气色彩虹 使我对你产生不尽的遐想 宝贝高样 你的眉目之间 像着我的爱怜 你的唇齿之间 留着我的誓言 我的高样 给爱一张不老的容颜 让相爱过都终身不变 看上去倒真是情义绵绵 可怎么都像是情歌里的歌词啊 这不让人一看就拆穿了吗 可没想到情书软件的设计者 倒想得挺周全 除了这种超情歌的模式 还设定了其他模式 有抄中外名人情书的 还有抄情诗的 甚至拿一个食物来写情书的 看这个 热水 软件会怎么写呢 可爱的高样 新来可好 还记得临行前的那杯热水吗 你并没有喝 就急匆匆地上路了 我什么时候喝过一杯临行前的热水啊 真能编 谁要是给我写这么封情书呢 肯定立马被我戳穿了 为这事 吕小姐好几天没搭理她男朋友 直到男朋友亲笔给她写了一封情书 道歉 保证以后不偷懒了 不糊弄她了 俩人才和好了 谁这么无聊 鼓道出这么个软件啊 为什么呀 如果您写情书会用这样的软件吗 不会 可能会吧 方便呗 啊 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一点不真诚 如果我的男朋友是给我写这样的电子情书的话 我基本上是挺生气的那种 我觉得用软件来写情书 应该算是对一种爱情的贬值吧 用电脑写出来的东西能表达真情吗 那还有什么是可以真心去做的呢 有需求才有发明 我的一个好朋友总逼着他老公啊 给他发短信 我都担心以后会不会出现这样的短信软件了 您说除了报平安 老夫老妻如果不是半天一个短信说我爱你 就证明不爱了吗 我看提出这个无理要求的就是闲的 另外呢 过年过节发短信 我也力挺原创 这才表示您祝福的诚心呢 好 这个创造到这样 所以啊 这个应该说啊 科技革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正面的影响 说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确实是也让我们付出了很多代价 付出很多代价 当然这个问题不在于高科技本身 而在于我们自己 对我们自己怎么去应对 怎么来掌握 好 这个是第二个问题 那么经济全球化 我们刚才说了很多表现 这都是举的一个例子 那么从我们的这个专业上来讲说 经济全球化它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们说在四大方面 一个就是生产的全球化 大家知道现在的生产啊 已经大大的超越了国界 很难说是一个国家生产的了 比如说 Apple 苹果公司的Apple 大家知道 它的生产网络 就分布了很多国家和地区 你别看一个小小的Apple 它分布了很多国家和地区 比如说 它的总价值是299美元 一共是451个部件 大家可以看到 它分布在美国 日本 韩国 中国 当然这里 得到大头的是哪个 是谁得到大头啊 你看 苹果公司 因为品牌在它这里 所以它拿的最多 那么我们国家很可怜拿的 不到4美元 而且事实上还拿不到4美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还通过了台湾的代工商 大家知道台湾 它有很多投资 到我们的东莞这一带所投资 所以通过了这种代工商 所以我们拿到的费用 应该说相当有限 但不管怎么说 这也表明确的是 它不同的部件 说在不同的地方生产 第二大表现 就是贸易的全球化 第三个表现 就是金融的全球化 第四个 就是投资的全球化 关于这三个方面 我们后面 专门会有三讲的内容 来讲这三个问题 因为这是全球化的 非常重要的表现 所以这里头就不再讲了 好 那么很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是什么呢 当我们在讲全球化的时候 经济全球化的时候 反经济全球化的浪潮 也在兴起 所以我用了一个词 一般是海水 一般是火焰 那么反经济全球化的浪潮 出现在哪一年呢 1999年 当时11月30号 当时WTO在西雅图 开部长级会议 后来有很多人 这个世卫游行 游行的人已经超过了四万多人 所以由此先起了一场 反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浪潮 那么当然对这种反经济全球化 也有一些学者 在不断地在做理论的探讨 其中最主要的有这么几位 一个是普雷维瑟和阿明 早期说他们在伊夫论 比如说普雷维瑟写过 《外围资本主义》 这个书 他认为西方国家是中心 发展的国家是外围 所以外围伊夫以中心 是这么个伊夫关系 还有沃洛斯坦的世界体系论 世界体系论 还有马丁 苏曼等等的陷阱们 他们认为全球化是一场陷阱 是一个陷阱 当然在我们经济学家来讲 在经济学来讲 也有一位杰出的代表 他就是谁呢 斯蒂格里茨 大家知道斯蒂格里茨 是诺贝尔奖的主 是林伊夫的前任 他做过世界银行的副行长 首席经济学家 他专门写了一本书 这个书名就叫什么呢 《全球化极其不满》 那么他为什么写这本书呢 他就讲了 他说因为他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时候 他直接目睹了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 带来的一些影响 他用了一个词 毁灭性的影响 所以斯蒂格里茨 被认为是 反经济学界里头 对经济全球化 有不同意见的一个代表能力 那么斯蒂格里茨 他对全球化运动 是怎么一个看法呢 我想也给大家看一个资料 看一个资料 他对全球化的一个看法 大家看一下 斯蒂格里茨 我们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我们前年 还把他请过来 做了一次讲座 好 大家看一下他的看法 1998年 在投票的一次演讲上 斯蒂格里茨 首先特别提到了 他在35年前 一次难忘的经历 1963年 25万名来自美国各地的民众 聚集在首都华盛顿 举行游行 为黑人争取平等权利 在林肯纪念堂前的广场上 他们倾听了20世纪最为惊心动魄的声音之一 那就是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的演讲 我有一个梦想 那次集会和那篇演讲 以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在美国历史上写下了精彩的一笔 在那25万名深深为马丁路德金的梦想 同时也是他们自己的梦想而动容的现场听众之中 就有不到20岁的斯蒂格里茨 他当时是一名大学一年级的学生 没有人知道马丁路德金的演讲 当时对于年轻的大学生斯蒂格里茨来说 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理想 今天的人们看到的是 身处当机世界的精英之列的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 在观察和解释这个世界的时候 带着浓厚的理想主义气息 这是在墨西哥南部小城坎坤召开的 世界贸易组织第五次部长级会议的会场外 发生的一幕 一位参加反对全球化示威的示威者 突然用匕首刺激了自己的胸膛 他在被送进医院数小时后不止身亡 这名自杀的示威者名叫李耿海 当时55岁来自韩国 在过去的十年里 他一直是一名全球化的坚定反对者 全球化是经济活动的自由化和国际化的必然要求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 全球化进程开始加速 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 全球化带给了人们更多的发展机遇 更加物美价廉的商品 更好的生活方式 但是对于一部分人来说 他们原有的工作生活状况 也要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在激愤中自杀的李耿海 曾经是一名靠辛勤劳作 为自己挣下饮食家业的农场主 后来因为韩国农产品市场向国际市场放开后 大量廉价进口农产品涌入 造成了李耿海的农场破产 他最终选择了以这种极端的方式 表达自己的抗议 现在在涉及到全球化进程的国际会议的会场外 人们几乎都能够看到 反对全球化的示威抗议 甚至是暴力冲突 在很多人眼里 斯蒂格里茨似乎也是一名全球化的反对者 这是因为许多人曾经听到 他多次使用尖锐的言辞 对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进行公开的抨击 斯蒂格里茨甚至曾经用鸦片战争这样的字眼 来比喻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下的自由贸易 在斯蒂格里茨的眼中 经济学不是无视生命的利益抽象 也不是玄虚复杂的经济模型 或高深莫测的经济理论 他应该与活生生的人们的幸福或痛苦 欢笑或哭泣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根据经济学理论制定政策时 必须考虑到广大人群的利益和感情 他指责引导全球化进程的有关机构 漠视贫困人群的利益 在消除贫困 促进社会公正方面无所作为 法国著名的带有左派倾向的评论杂志 新观察家周刊曾经这样写道 当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拍案而起的时候 应该听一听 这个看到这样 所以史蒂格里茨说 他对经济全球化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 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他的想法 可以看他这本书 那么为什么 有的人会反对经济全球化呢 主要的理由 一个就是认为全球化 扩大了贫富差距 扩大了贫富差距 当然是扩大了发展中国家 跟发展国家的贫富差距 第二个认为是通过跨国公司 推行了新的正名主义 而第三个原因就是 认为是也是通过跨国公司 转嫁了环境危机 当然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因为发展的国家 就要大量引进外资 有的外资把一些高能耗的一些产业 转移到了这些发展的国家 第四个理由就是会认为 会危及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 甚至危及一个国家的政治安全 而第五个理由就是认为 会使经济全球化 会使得本国的工业空性化 当然这个是发展国家角度提出来的 所以最近发展国家又提出了一个 新的政策叫再工业化 再工业化 当然他们认为不仅会工业空性化 而且认为还会减少就业 所以西方国家对发展国家 这个问题还是很敏感 尤其是在次第危机以后 比如我们学院原来是一直有一个项目 跟迪士尼公司合作 我们的同学包括他可以去半年 在那边勤工俭学 一边在那边做销售员 一边在那边打工养活自己 然后再学习一些课程 应该是很好的一个项目 但是这两年都停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人认为 我们已经抢占了他的工作岗位 你看就半年的实习 他们认为都抢占了他们的工作岗位 另外还有一本书 大家不知道看过没有 就是托马斯·弗里德曼 写过一本书叫《世界是平的》 他这本书 最后一段话很有意思 他说我小的时候 我的父母给我讲 他们把你碗里的饭吃干净 别忘了中国人正在挨饿 但是他说现在 我给孩子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孩子吃完饭你赶快去做功课吧 别忘了中国人正在虎视当当的 定做你的岗位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美国人现在对我们国家 抢占他的工作岗位 非常的敏感 这个就是反对全球化的一些主要理由 当然我们讲究竟应该怎么来看待 经济全球化 怎么来看待 我想应该有这么几个观点 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 我们说经济全球化不仅是大势所趋 而且已经成为了现实的大潮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顺应 一定要去顺应这幅潮流 这个我想这是第一点 这个根本的一个观点 第二一个 经济全球化也确的是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要尽量做到什么呢 趋利避害 趋利避害 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的 比如说 我们可以灵活地运用WTO的一些规则 来保护自己 当然我们主要是要符合WTO的规则 遵循它的规则 但是我们也可以灵活来处理 前几年我到韩国去的时候 有一个韩国教授给我讲过一个事 给我印象很深刻 他就说 他说你知道我们韩国的汽车 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吗 当然我说很注重品牌 很注重质量 他说这就是原因 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说当时 他们的交通部门 专门给交警 这个发了一个通知 干嘛呢 就是让这些交警 看到国产车就多放行 只要看到谁开进口车就怎么样 多把它拦下来检查 所以后来大家都形成印象了 说就在开国产车就可以畅常无阻 开进口车就老受检查 所以后来很多人都购买本国车 所以你看 这个确实实说 就是说他也可以灵活地应对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引导外资的流向 从这个东部 向中西部转移 因为我们现在吸引外资 更多的是在东部 当时说的一江春水向东流 那么反经济全球化 我们说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 就是反经济全球化的思潮 批判成分多 但是他们提出的替代的方案很少 替代的方案很少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们也只能选择次有 所以我们经常说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再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恩格斯有一段话 我觉得可以是我们看待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理论的依据 恩格斯讲每一个阶段 都是必然的 都有它存在的理由 另外恩格斯还讲过一段话 他说道义上的谴责 无论多么合情合理 它都不能作为科学的依据 而只能作为科学的象征 所以我想对经济全球化 也应该是这样 说你出于道义的谴责 说它不能作为科学的依据 只能作为科学的象征 所以我们对全球化 应该说更多的还去 还应该去顺应它 顺应这部潮流 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 第一讲的主要内容 那么刚才我们提了 说经济全球化 一个重要的表现是贸易 那么怎么个情况呢 那我们就有请听了第二讲 穿越时空 那我们休息十分钟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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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